哈喽,昨天我把开字讲完了,今天才想起来忘了单独讲门字。 我们先学木字,门字稍带手再讲一下。 如果开字已经掌握,可以略掉哦。 切笔,斜上去。 一条数,起笔压重一点。 往下细走。 写值,往下细一点。 下来出个小沟,不要出太多。 一条片。 撇直一些。 别弯。 稍稍留个尖。 然后从这个树里面轻压,出来细一点。 慢慢压重,慢慢收笔。 这样写。 整体看。 大概是三等分。 然后是门字。 已经掌握的同学可以休息了,当然如果不太熟,也可以再过一遍。 我们首先把中心点标出来。 左右宽度大概这样。 分别标出来。 在这个区间。 在这个区间。 这么宽。 起笔高一点点。 下走,略往外扩。 往左斜下方斜一点。 稍稍稍斜一点点。 然后一条横,切笔,往上斜,折。 到这刚好。 一体。 上下,与这个焦点,等分为二。 右边位置差不多。 往下写一数。 左右差不多。 然后跟着它往上斜。 折。 回一点。 也是往外扩。 往外写。 做点在一个水平线时。 再往下收半个钩的长度。 柜笔弹封,45度角。 出钩。 看这里,先内收一点,再往外扩。 里侧写值。 再写一个横。 这样写。 右侧是三等分。 左侧是二等分。 注意两边数都是往外扩。 谢谢朋友们观看。